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浪地球》对于中国影史来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要比稳坐票皇第一的某郎厚重且伟大 硬科幻《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纪元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吒对于国漫的回归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启示 电影的剧情很简单 我们依旧不在赘述 《天地凌器》运出一颗灵量巨大霍原珠 《原始天尊》将霍原珠提天成 领珠和魔丸 《流浪地球》本应该投胎与同家入山传魔丸则被下天结肉 三年后摧毁一致 这点差距题外 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原始天尊》在当时不直接摧毁魔丸呢 据说导演在场外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这会不会是导演故意留下的一个彩蛋呢 留在日后的中国神话电影《风神宇宙》的其他系列里去解释呢 想想还是很期待的 本应《流浪地球》的《流浪地球》全新查阳所的吞舌魔丸 成为了混石大魔王 身边的人类也像对他一类一样的对其变远之 本大算自暴自习的哪吒 受到了爹妈师傅的正确引导修实强行 渴望走向正道 但反派时出 深功功报 导致哪吒内终注定为坏蛋的人设 让其再次堕落 但一句去你们了命 我们由我不由天 让哪吒逆天改命 扛过天结肉 从此和奥远走向幸福的生活 关于哪吒之魔丛降势的评价 从动漫8.6的高分不难看出 这场国产动漫大戏深得人心 大给我也是可以起日月之精华 天地之神力 使劲地吹爆它 但是今天我却想聊一聊 爆吹之后 国产动画该何去何从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在片头用了国曼回归一词 是的 哪吒之魔丛降势对我来讲 不是横空出世 而是一种回归 从前几年的大盛归来 大于海棠开始 国曼已经大有重新抬头的趋势 而哪吒则则是彻底标志着 国产动画正式进入回归之路 这种回归不是源于CG技术的日新月异 不是归功于画面质量的国际化标准 而是源于国内一大批折服已久的动画人 重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顺便翻看一下 业内人士和普通观众对于哪吒的评价 并没有太多在吹捧画面多么的精美 因为我们早已被好莱坞工业制作为的眼光极高 也没有在吹捧用了什么大牌的演员配音 毕竟导演饺子没有那么厚的资本追捧 而对于剧本的创作 台词打磨人物的刻画 确实让大家纷纷竖起大目指的地方 这就恰恰是国产动画回归的最为重要的一幕 时光倒回到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身边曾经围绕着多少令人拍手叫绝的动画作品 有展现友情至上 通力协作已遇外患的舒克和β 有表达亲情至上 兄弟一心齐力断金的葫芦娃 还有展现正义至上 基础勇敢所向披靡的黑猫警长 亦有展现家庭至上 平等相处温馨和睦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展现人文历史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式动画作品 《海尔兄弟》以及《蓝猫淘气》三千问 其中 《海尔兄弟》早已实现了国卖远销海外的目标 在美国卡通频道持续播出 并且在IMDB还平分不俗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当年国卖的巅峰 《宝莲灯》 在那个年代 已然可以媲美当时迪士尼级别的佳作 感人的剧情 荡气非常地配乐众多大牌配音联的加持 给我们的童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国产动漫也如宝莲灯一般被燃烧殆尽 国产动画市场游进灯窟一片残壮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动画作品 画面没有那么的精美 动作没有那么的连贯 细节没有那么的逼真 色彩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故事却都非常精彩 动画人物的形象在我们心中都非常清晰 这才是《罗曼》的起点 可惜我们却迷失了许多年 我不是要批评诸如《喜羊羊》与灰太郎 朱朱侠这些动画作品 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做好承接中国动画的重任 关于剧本创作对于动画作品的重要性 还有许多许多例子 被世界公认的动画神作《猫和老鼠》 同样也是在剧本上下足了功夫 没有一句台词 却靠缜密的画面逻辑 将儿时的我们斗得开怀大笑 后来又让长大后的我们看得泪眼汪汪 今天的得渣 找回了那些年国产动漫的创作状态 剧作的完成度上非常的成熟 吞下魔王带下混世大魔王的起义 悉心调教好好做人的成 命中注定为异类的转 最终我命有我不由天的和 这种水到渠成饱含情感的力量 配合让制作团队死扣细节 一丝不苟的态度 成就了国曼逆天改命般的回归 哪吒带给未来国曼的启示 除了对于剧本创作的死磕外 还有配套元素的契合 比如配乐 比如音效 与中国的动漫影视作品 共同诞生的优秀歌曲不在少数 从最早期的宝灵灯开始 三首配乐爱就一个字 天地在我心和想你的365天 至今听到依旧起一声鸡皮疙瘩 再到后来的大晟归来中勇敢的心 以及后来大鱼海棠印象曲大鱼 都成为了传唱度极高的音乐原声 这部男渣自然也是很好的继承了这些传统 两首原声配乐不管从旋律还是作词 都非常的贴切主题与情境 还有就是幽默元素的呈现 商业电影毕竟是娱乐的产品 自然少不了让买单的人内心喜悦 不过有些影视作品的幽默梗稍显尴尬 而《乐家》中的包袱 懂得相对就自然很多 最后我们畅想一下国卖的未来 网上大呼的风神宇宙是否能够成功建立 鬼塞导演饺子能否继续带领国卖成长成熟 让我们听一下他是看什么长大的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场全系列 有这些大师的熏陶 对此我们还需要担心吗 近期的哪吒回归的国卖 最后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哪吒之魔童转世要在北美上映了 具体上的时间与场子安排 欢迎大家扫描关注iTalkTVG 留意我们放出的小道消息哦